今天聊轻燃料电池车 轻燃料电池车 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国家现在也特别的在扶持 大家都知道 氢气跟氧气反应之后 它是生成水的 对空气没有任何污染 日本呢 去年已经量产了乘用车 我们国家还处于商用的阶段 公交车 物流行业 轻燃料电池车 用氢气在燃料电池 经过一系列的抛解反应 放出电子跟氧气 最后一起生成水 直接产生电脑 是不需要燃烧的 排出的就是水 成本比汽油要便宜 比柴油升烧贵一点 但是它的好处是物业伦比的 因为它没二氧化碳的排放 它不污染空气 它生成的水是纯净水 是可以饮用标准的纯净水 车车我们国家发展相对有一点慢 国家的自主知识产权的 氢燃料电池 它体积特别的大 现在还没有办法放在小吊车里面 但是我相信之后的技术一定会慢慢改进 加氢气跟加汽油 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 它就可以跑四五百公里 其实是可以完美替代电池车 完美替代汽油车的 然后它还可以在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跑 从最初的燃烧氢气作为动力的这个氢燃料车 还是现在的氢燃料电池车呢 它都是我们需要加氢气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拿水电解 它就是可以生成氢气和氧气 假设了我们的一个发动机 这发动机是这样的 就是你给里头加纯净水 然后呢 纯净水电解生成氢气 氢燃料电池这么一个技术 让车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呢 它又会生成水 有一些损耗的过程 偶尔去蓄一点纯净水进去就好了 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 真正意义上的水燃料汽车 其实去年有一个某中国厂商 也声称他们自己造出来了 这个水燃料汽车的发动机 然后呢 就只是给车里加水 完完他们就会 以化学催化的方式生成氢气 然后再走这个氢燃料电池这个路线 然后再去驱动它 说是加完水 小车能跑1000公里 然后大车能跑500公里 很多专家出来就说 这是假的 我觉得真假这个东西另说了 但是理论上它是可行的 就是以后你的车 你不需要去加油站 不需要去加气站 你就是自己在家拿纯净水 往里怼就好了 偶尔怼就好了 不需要再有后续的成本了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实现呢 为什么大家不去研究这个呢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明白的 氢燃料发动机这个事儿呢 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人去把它弄出来了 然后呢 这些人传说是莫名消失了 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呢 是掌握在能源手里的 能源和金钱嘛 那能源现在就是石油嘛 每个国家都在为石油在吵架 在打架 然后呢 这些石油的利益链呢 是非常非常庞大 而且非常非常难以撼动的 就是如果他们在后边 就他不挡你就已经不错了 更不用说他能推你吧 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努力的想象 和努力的去帮忙它实现 就像现在如果你真的还想买汽油车的话 就请你先等一等 也不要买 也不要买电池车 就是所谓的什么丝拉 真的不要再买电池车了 它比汽油车的污染还大 只要有国家开始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日本做 或是哪个国家做 然后就会有人慢慢的会想说 要引进这些车子啊 或引进什么什么的 然后慢慢就会push 越来越多的职业去开发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就是 主要的就是比例问题嘛 就是那个大多数一定跟少多少 就大多数的跟少部分的这个东西的比例问题 只要比例产生了失衡了 然后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 小部分的人开始就会去倾向大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看它是不是慢慢会变成是一个适合的状态 让你去加亲戚也好 让你去加油或者加电也好 你都是需要不断的再去买单交钱的这么一个事儿 就跟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它都有一个所谓的寿命一样 它到三五年就是差不多就到尽头了 它就开始自己就坏掉了 这就是它的设计寿命 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这个寿命 你都会发现 哎呀 以前可以用一辈子 肯定很多人是明白的 如果全球70多亿人 有50多亿人都举手说 我要用加水的一台车 以后再也不要去加油站了 这个设计寿命不能就是三五年 如果50亿人都举手说 有这个需求的话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